宋家有三姐妹 宋爱玲 宋庆玲 宋美玲 一个爱钱 一个爱国 一个爱权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以说 历史的一脉 便在这里见证 宋氏一族的传奇故事 要从晚清末年说起 宋家树作为实业家 资金雄厚 资助好友孙中山革命 他自己也曾在美国留学 思想自由前卫 夫人出生书香门第 两人都非常重视三个女儿的教育 从小教学英语 各种乐器 还总带着一块玩游戏 当夫人怕孩子们动着时 年幼时 便安排他们到美国留学 接受更好的教育 1911年 中华民国成立 革命初步成功 举国欢腾 几个孩子也留学归来 都出落成名媚的大姑娘了 大姐最早成家 结婚对象是孔子弟 七十五师孙辈 西山大富豪 耶鲁毕业 豪宅李家庸都有四百多名 而大姐也有商业头毛 帮助建立三十家 中国最早的一批银行 两人门当互对 这门亲是被外界看好 而二姐宋庆龄成了孙中山的秘书 她是理想主义者 对革命充满希望 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44天 为避免南北分裂的局面 让魏袁世凯 随后逃往日本 准备发动二次革命 这是她人生的低谷 庆龄始终陪伴在她身边 她想帮助孙中山实现梦想 想让全国的百姓 都过上好日子 庆龄也希望解放女人 将来能用自己的脚丈量土地 走自己的路 这段时间的贴心陪伴 让两人都更走近对方 孙中山重新振作起来 两人确信 对方是对的人 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 能坚定地站在一起 但父亲一听无法接受 我的女儿居然跟我的朋友 叹起恋爱了 两人在一起 叫她如何看待 又叫世人如何看待 这根本不是什么爱情 这仅仅是偶像崇拜 你知道吗 将庆龄锁在屋子里 不准她去日本 但庆龄是谁 为了爱情和理想 她能义无反顾 半夜跳窗逃跑 母亲虽然看见了 但选择尊重与祝福 留下一个告别 两人在日本完婚 这年庆龄22岁 孙中山49岁 宋庆龄他爹坠来日本 破口大骂 You liar You liar 孙芬 你骗走了我的女儿 你也骗走了我的友情 我用我的生命 和我的钱 投资你的革命 我不能用女儿投资你的革命 眼见说不动两人 直接与昔日好友女儿断绝关系 而两人的婚姻 将始终伴随着硝烟 这天宋氏一家在戏台看戏 担任副官的蒋介石 在戏台另一侧 宋美玲姗姗来迟 爱美的她 穿着时下最新的礼服 姿态优雅 百媚千娇 这一眼便情根深重 这时庆龄已怀有身孕 两人被叛军包围 混乱中走散 她一直躲在桥底 幸免于难 可孩子没了 身体受损 终生不育 蒋介石护驾有功 又有才能 被孙中山看重 恰好大姐的富豪老公愿意出钱 资助建立军事学校 成立自己的军队 于是将她推举上位 做黄浦军校校长 中国第一架国产飞机是非 庆龄为鼓舞人心 主动要求一起乘坐 大姐和三妹在底下看着 如今她可是第一夫人了 大姐顺势游说妹妹 大姐不会看错人 这个蒋介石不简单 有出人投地的心 也有出人投地的力量 如今她是所有军人的老师 将来必将在这块大有作为 嫁给她未尝不是件好事 而大姐其实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她希望宋家能日益强大 他们不缺身旺和财富 如果再加上蒋家的权利 这个家族将创造神话 父亲年事已高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几个孩子都赶回来看望 庆龄祈求她的原谅 父亲没有多说什么 将绣满白子图的围巾 系在她脖子上 这是她的祝福 还有那满满一船的嫁妆 也都准备好了 原来父亲早就原谅了庆龄 没过多久 孙中山就急发作 为革命奉献了一辈子 在弥留之际 把时间留给妻子 最深 唯的一次 谁心心事 乱心而唯 唯的一次 就是跟你四顶婚约的那天 最后只留下了一些书 还有一个充满回忆的房子 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男人 接连离去 儿子父亲丈夫 孙中山去世 蒋介石独揽大权 对美玲展开猛烈的追求 如今她非持终之物 又颇具潜力 她也从之前的不屑 转而欣赏这个男人 为了迎娶宋家的小女儿 蒋介石颇费了番功夫 和原配离婚 遵从宋母的要求 信奉基督教 但她不能接受孙中山的遗志 做到兼容并包 大规模的迫害红红 庆龄不喜她这种做法 对外界宣布 自己已经脱离了国民党 对于妹妹和蒋介石的婚事 也是反对意见 可其他人都非常赞成 她成了家庭里的异类 最终 这婚还是结了 还举办得非常隆重 就连慈禧太后皇冠上的珍珠 都被摘下来 镶嵌在了宋美玲的武鞋上 第一夫人的位置交替 这些事也成了导火索 因观念不合 及姐妹感情出现裂缝 庆龄直接搬去了苏联 两党之间的对抗愈发激烈 日本长驱直入 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这次母亲病重 许久未见的三姐妹 重聚在一起 又像小时候一般 一起连诞 献给母亲 家中两位大人去世 三姐妹就要有主持大家庭的样子 中秋节一家子本想吃个团圆饭 但理念不合的庆龄和蒋介石 又吵了起来 双方各执一词 庆龄愤然离场 再次公开批评 之后总有人要对她执行暗杀 美玲也不是傻的 吵架归吵架 毕竟是姐姐 你怎么对付共产党我不管 可是我是绝对不会允许 任何人动我二姐一根头发的 大姐也发话 假如庆龄真的牺牲了 她马上会变成一个烈士 一个神话 他们那边有孙中山一个神话 已经够多了 这才化解了危急 随后爆发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张学良逼迫 或停止内战 共同对外 三姐妹一起商量对策 美玲自道奋勇 去前线亲自救人 并开展游说工作 让她认清利害关系 蒋介石终于妥协 回来后 共同抗日 最后一直打到日本投降 可和平并没有维持太久 内战继续打响 但这一次 红红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蒋介石携带家眷 退居台湾 再也没有踏足大陆 几个姐妹天歌一方 大姐在美国病故 1981年庆龄病重 最终也没能见到姐妹最后一面 美玲则孤身一人 在美国度过晚年 享年106岁 见证历史沧海巨变 人如沧海一宿 但有时也能搅动命运的齿纹 许多故事一环扣一环 后人独来 确实精彩